你看孫仁昌院長本來就是 平常都衝在第一線 他今天第一時間 在立法院的答詢是什麼 他認為說是不是真的 我們農產品需要改進 才可以檢驗合格 代表說他第一時間調子 也是軟的 在這樣子 我們對於民進黨制度 雖然批判他 我們批判他不是因為我們恨他 我們就是因為愛他才批判他 我們要 我也不愛他 我管你的 但是我希望你好 因為你好我才好 你好台灣人才好 你不好 那我不倒楣嗎 所以在這樣子 理性的過程當中 民進黨政府是不是可以用 一些更高的智慧 來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並不困難 我建議蘇貞湯院長 他從明恩開始 每天看正常發揮 除了看正常發揮以外 他還要抖內 然後就每天就說 我覺得武漢肺炎 或許可以改口成新冠型肺炎 你看我們的水果 是不是可以賣 你也不用講 你就自己改口 這才是世出善意 是不是 我剛剛看到有觀眾朋友說什麼 佑正說得對 但對不起 我辦不到 就是關於吃鳳梨這件事情 當然我也不可能勉強大家 我也不能說我不管 你不吃你就不可以來看 沒有 你不吃也歡迎你來看 我只是講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 我不會強迫你們接受 同樣的你們的意見我會參考 但我也不會全盤照收 個人都是個人獨立個體 沒有問題 我謝謝我們很多觀眾 非常非常多的這個 勇於表達他們的想法 好 佑正 對不起 但真的吃不下去 就是要看民進黨自食而果 好 如果這是你的選擇 我當然尊重 我當然尊重 好不好 謝謝大家 來 繼續往下 我說三件事情 第一個 韓國瑜 第二個 昔日 鳳梨丟在路邊 第三件事情什麼事情 來 來 各位 其實 不是這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ECFA 來 你知道嗎 各位 其實在去年 去年 鳳梨可能就已經會賣不出去 或是去年你就應該知道這個消息 為什麼 還記不記得ECFA 記得吧 你還記不記得在 2010年 甚至是民進黨執政之後 一直講說要把ECFA給廢掉 有沒有 有吧 來 當時 2011年當時 民進黨蔡英文主席批評說 這個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原來ECFA叫做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我都忘了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是包裹唐一的毒藥 喪權入國的不對稱條約 所以他舉辦了反ECFA大遊行 還搞出了太陽花 對吧 造就了很多的這個 政治明星 OK 政治明星 甚至還說 如果當選總統要推動 廢止ECFA公投 有沒有 有 到了去年 很多人就開始講說 10年到了 ECFA會不會沒有 會不會就終止 民進黨發動公投 大陸就算要繼續 台灣也不要 要把極瓜講一大堆 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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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偉哲市長就跳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他講說 ECFA每年帶來的關稅補助 大約台幣600億 如果不續約要思考 如何補貼協助農產外銷 他這裡講的農產 各位 就是鳳梨 對 就是鳳梨 當時還有鳳梨農出來講說 我一輩子只種鳳梨 如果沒了這個 我該怎麼辦 這個時候我們就已經在討論鳳梨了 來 羅志祥當時也說了 ECFA簽署10周年傳出恐怕不續約 這是10周年 嚇得黃偉哲在節目喊話 台南的鳳梨沒有關稅補貼 可能賣不出去 所以民進黨知不知道 鳳梨可能有危機 他們早就知道了 去年當你在喊 ECFA要廢紙 10年不續約 要發動公投 民進黨執政了 糖衣毒藥 我不要 的時候 黃偉哲就已經講了 他就已經告訴你 沒有 大陸台灣的鳳梨是活不下去的 去年的新聞 你看全台灣政論 我保證新聞沒有人 會把這個事情犯出來告訴你 但今天正常法會告訴你 你有太多太多的時間做準備了 你有太多太多的機會 是可以好好幫助台灣農民的 但你都選擇 去跟大陸對抗 我剛剛說 不要犧牲農民的權益 當成去 謾罵民進黨的籌碼 但對不起 反過來說 民進黨總是在犧牲 或說在把農民的權益 放在一個懸崖邊上 如果你穩住了 OK 如果你掉下去了 那我就把你拿來當成 挑釁對岸的籌碼 我覺得農民真的很可憐 來 兩個 其實參與完2016就改口了 他就2016就當選 他當選他就說蓋瓜成瘦了 不是嗎 剛剛說這爽的比較多 所以2016就改口 我跟你講 ECFA事上影響的 也不是只有鳳梨 對 不只 但是當時出來喊話的就是鳳梨 對 事實上漁民也影響很大 工具機 有一些個別產業 大陸當然大家就擔心 這是不是第一手 就是說簡單講就是說 對 杜大哥 這個我問你 你以你的判斷 你覺得後面還會有其他水果醬嗎 我們接下來有很多水果 我現在就怕 大陸現在在思考了 就是把台灣當作另外一個澳洲 就是說我也知道我去打澳洲 澳洲老百姓會不高興 可是我不是這樣思考的 我就是思考就是貿易戰 讓你認清現實 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知道 我懂 我就怕他的思維已經變成這樣 比如說美國跟大陸現在關係 也是這樣 你說美國是不是導致 大陸人對美國惡感增加 當然是 對不對 大陸也對美國惡感增加 可是他們已經不在意 他們是在做戰略競爭的 所以如果他是提高到這個層次 就是說你台灣我搞半天 我已經不在乎你人民感受了 我在乎的是我國家戰略的走向了 或者是他認為你的感受 我就是說不聽 所以我只好鋪手了 讓你知道你跟我的經濟 事實上不是我依賴你 是你更需要我 這個民進黨說 是你大陸也依賴台灣 半導體我承認是 可是其他你不能這樣說 我覺得他就是說 台灣人可能要認清現實 他也是覺得說他對澳洲出手 也是同樣的用意 說澳大利亞人你要搞清楚 你是在亞洲 你不是在歐洲 我覺得就是有點這個味道 如果是這樣的話 郁君剛他的擔心 跟我自己一樣 可能會成真 就是說這個恐怕只是第一手 起手勢 對 後面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有個疑問 我要請教Eric 就是當然現在這個狀況 就是兩岸關係不好 但是各位觀眾朋友 我覺得這問題滿重要的 因為拜登上來之後 照理來說 好像中美關係有望改善的 既然中美關係有望改善 兩岸關係應該也就不需要 或說我們可以期待 未來也許不會那麼緊繃 但在拜登上來 中美關係建區和緩 而兩岸關係可能有望改善的 這個時候 大陸卻做了這件事情 這不是也跟我們意識到的 國際氛圍是不一樣的嗎 中國跟澳大利亞也還沒和解 不一定 我說他中美好了 不一定 因為美國的這個是從 戰略鷹派抬頭 他從經濟鷹派變戰略鷹派抬頭 就如同剛才郭教授講的 就是說他們現在思考的事情 是用國家戰略面來思考 很有可能 已經不是我們的小心小愛了 很有可能 中國大陸他就是在這種事情下 不是從兩岸思考 他從美中的一個戰略的角度來思考 把台灣變成一個犧牲品